第四章 永远的约 愿诵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夫所书一章三节 我们在此再次见到 使徒保罗著作《终长出现之荣耀的》 令人吃惊的陈述之一 身为一个写作的人 他经常以一个片语 或一节经文来采示整个福音 或许再没有比这一点 更堪称为他的风格特色了 他这么做从来都不觉厌烦 他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说相同的是 这节经文肯定是他最荣耀的陈述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以祷告的心仔细研究他 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陈述时会遇见一个危险 就是被字词的意义与字会的组合所吸引 甚至仅满足于某种短暂的效果 却从来未曾不但其反地加以分析 借此发现他真正的意思 我们可能会满足于纯粹的美学效果 结果是忽略了其极为丰富的内容 所以我们必须以非比寻常的态度 小心谨慎地分析它 探究它 并发现每一个字真正的意义与内容 我们必须根据整本圣经的教训来做这件事 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观察上下文 首先使徒在第一节已经提醒以福所人 使他们回想自己究竟是谁到底是什么 然后在第二节他为他们献上祷告 并且提醒他们回想他们能够享受 应该享受 并且应该想法子享受的是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说完了这些 他现在所关切的是要提醒他们 他们是如何成为如今的这种光景 以及他们如何能以享受恩惠与平安 这两种无价的福分 那就是上下文之间的关联了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个事实 开头的这个问安不只是一个形式 而是蛮有逻辑条理的 这种逻辑条理永远是使徒保罗的特色 既已提醒过他们乃是圣徒 是有中心的 是在基督里的 以及其结果 他们应该正在享受 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和平安 他现在就要在第三节这里开始指出 这一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从某个角度看 我们可以忠实地说 第三节是整卷书的中心 这是使徒最急切要说明的 他渴望这些基督徒能够逐渐明白 并领悟他们是谁 他们是什么 以及他们能得到的伟大福分 换言之 整卷书的主题就是救恩的计划 与救恩的道路 这个惊人的过程 使我们成为我们所示的 并向我们指明神和神索 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事 他这么做 是因为他渴望以复所的这些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 能够进入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好叫他们能够照着应有的光景 来享受基督徒的生命 并活出能教神得着赞美和荣耀的生活 这一切当然也适用在我们身上 无论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主要的缺陷乃是缺乏悟性和知识 不是缺乏圣经知识 而是缺乏对圣经教义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致命的缺陷 也说明了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失败的原因 根据这位使徒所说的 我们最大的需要 乃是我们悟性的眼睛能被打开 不单是为了 叫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徒的生命与经历 更是为了能够明白 我们崇高护照的特权和可能性 我们欲识明白 就欲能经历这些丰富 缺乏知识永远是神百姓首要的缺陷 那正是先知和西阿 在旧约圣经中所传的信息 他说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因无知识 而灭亡那永远是他们的缺陷 他们不能明白他们是谁 他们是什么 以及他们为何成为那个样子 他们只要知道这些 就绝不会偏离神 就永不会转向偶像 就绝不会想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永远都有这种致命的缺陷 缺少知识 新约圣经也满了相同的教训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思考这一节经文 因为使徒在此正是要向我们介绍这个知识 这个能引我们明白我们之所示的教义 我们可以根据下列的原则 照着使徒所用的次序来查考这知识 头一个论题是 体认到与我们蒙救书有关的真理 总是会引发赞美的 他立刻以送赞这个词迸发出来 使徒就像一个人 正在指挥一个大师班和交响乐团一样 这个真理似乎也是韩德尔所深切体会的 这是他一些最伟大之合唱曲的特色 想想高扬是配开头的曲调吧 使徒以同样惊人的赞美与欢呼来开始 远送赞归与神赞美神 他一向这么做 查考他的所有书信 你就会发现这一点 头一件事永远是赞美与感谢 这是因为他明白教义 他之所以赞美神 乃是他默想教义的结果 赞美与感恩 肯定永远是基督徒生活的重大特色 就以识图行传为例吧 有人说这卷书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一卷书 虽然早期的那些基督徒都必须忍受逼迫 困境与艰难 他们极显著的特色却是赞美与感恩的灵 他们是一群因着出人意外的平安 快乐与喜乐而大受感动的人 在新约圣经所有的书信中 从头到尾都可见到相同的特色 你们要在诸里面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即使是在启示录这卷书中 虽然描绘了神的百姓 所必须面对的试炼与患难 这种得胜与赞美的音调仍然贯穿全书 这是神的百姓 基督徒们至终所独有的特色 从我们在这卷书信中所已经见过的 可知赞美是无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真明白恩惠与平安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不能不赞美 所以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 我认为在没有笔查看 这种赞美与感恩的记号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显露出来 更能真实地试验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告白了 我们是否可以发现 它从我们的内心和经历中涌出 就像使徒保罗身上常见的一样呢 它是否继续不断在我们里面涌流 并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我所指的并不是随随便便用某些字眼罢了 当你遇见一些基督徒的时候 会发现他们不断用赞美主这句话 为要使人觉得他们是喜乐的基督徒 但使徒的语会丝毫不是随随便便使用的 它绝不是形式或表面上的 而是来自内心深处 是他心里真正的感受 所有的人一定都会同意 不过新约圣经 不可能不发现 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要紧的事 它必定是如此 因为如果这福音是真的 神已经拆遣了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 为我们做成前面讨论过的那些事 那么你一定会预料到 基督徒与不信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你会期望他们活在与神的关系中 那将是所有人都可以目睹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产生这种喜乐的特质 就连罗马天主教徒 他们的教义一般都是倾向于压抑反对得救的确据 在将任何一个人封为圣徒之前 都规定这种喜乐与赞美的特质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一点上 他们是绝对正确的 赞美应该是所有圣徒 所有基督徒的特色 所以我们发现新约圣经中 持续不断出现这个劝勉 要赞美神 要献上感谢 这是使我们与世人迥然有别的因素 世人非常悲惨而不快乐 满了咒诅与埋怨 但赞美、感谢 与知足这几种特色 却将基督徒凸显出来 并且显明他不再属这世界了 赞美将基督徒区分出来 特别是在他的祷告和他的敬拜上 历史历代所写成的灵修生活典范 与一些特殊的圣参仪文 都一致认为 所有敬拜与祷告的最高点是 颂养、赞美与感恩 我们在这一点上 岂不都有所亏缺了吗 当我们在私道或公道的时候 颂养占有什么地位呢 我们是不是单单因着能在敬拜 在颂养中与神同在而欢欣呢 我们是否知道不断受到感动 以至呼喊出 愿送赞归与我们的父神 并将所有的赞美 称颂与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在恩典中成长的最高点 是所有真基督徒的标准 只有当你我融化在惊叹 爱与赞美中时 我们才真正发挥了 神在基督里要我们具有的功用 赞美确实是所有公众崇拜活动的主要目标 在这一点上 我们全都需要省察自己 我们必须记得 敬拜的主要目的 是要将赞美和感谢归给神 敬拜应该是出自于心自于内心的 它不是意味着单单机械式的重复某些词句 而是意味着内心处于敬畏而赞美神 我们来到神的家不该只是为了寻求祝福 想要为自己得着各式各样的事物 或甚至只是要听听讲道 我们应该是来敬拜并尊崇神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 这永远是起点也是最高点 但我们应该注意 赞美、颂赞与敬拜必须归给当称颂的圣三一神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些福气是集住圣灵领导的赞美、敬拜与尊荣 其实就是所有的敬拜都必须献给那三个当首称颂的位格 使徒保罗从来不曾忽略过这么做 他喜欢提到父、子与圣灵 基督徒的立场常常是也必然是三一神论者 基督徒的敬拜如果是真实的敬拜 就必定是敬拜三一神 这一点不容置疑也无可选择 如果我们对于圣经中的救恩观有正确的看法 那么常常是也必然是包括那当称颂之圣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在内 人们经常停在一个位格上 有些人停在父神的位格上 他们谈论关于神的事 关于敬拜神的事 关于从神得着赦免之事 但在他们所有的谈论与交通中 甚至没有提到主耶稣基督 另外某些人似乎单单完全停在主耶稣基督上 他们是如此专注于他 以致你很少听他们提到父 也很少提到圣灵 另外还有一些人 整个谈论的似乎都是关于圣灵的工作 他们只对属灵的彰显感到兴趣 我们身为基督徒 很容易陷入一种危险 就是忘记我们必须敬拜那可称颂之圣三一神的三个位格 基督教的起源与其延续 就是基于三一神论 但是我们不单要小心谨慎 让这三个位格永远出现在我们心中与我们的敬拜中 对于圣经中向我们引荐出来的次序 父 子 圣灵 也同样必须小心谨慎 在我们得救的事上 有件事是我们的先被称之为神的经营或次序 那是存在于可称颂的三个位格当中的 所以我们也必须永远保留这个次序 我们必须透过字 借着圣灵来敬拜父 许多福音派的基督徒似乎特别把他们所有的祷告都献给了神 另一些人则完全把子给遗忘了 但两个错并不等于一个对 所以我们注意到 在这封书信的开头 使徒不单赞美 而且是赞美那称颂的三个位格 将感谢与荣耀按着这不可更易的次序归给父 子 圣灵 第二个原则是 神是当受赞美的 我所提的头一个原则是 真正提认到救恩的性质 必定引之赞美 现在我们要接着来思想 为何圣三一神可称颂的位格应该如此得到赞美 这个问题有许多的答案 但我们必须专注于一个答案 是使徒在这节经文中特别强调的 神是当受赞美的 因为他是他所施的 神中级的特性或属性就是赐福 那是无法言喻的 但如果神有一个特质 一个属性使神称其为神 如果有一件事使神称其为神 而不成为其他事物 那就是赐福 而神是当受赞美的 我们必须说 愿送赞归与神乃是因着神的所事 与他所做的事 神是当受赞美的 也是因为他已经赐福给我们了 愿送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已经以所有属灵的福分赐福了我们 然而 当我们思想这一点之前 我们注意到使徒同时提到别的事情 因着他赐福给我们的方式 神是当受赞美 当受称颂的 我先前提醒你留意我们与这可称颂之圣三一神的三个位格的关系时 就已经提过这件事了 换句话说 本节经文所强调的乃是我们救恩计划之伟大 而且还不单在于这个计划 也是强调计划他的方式 神将他付诸实现的方式 我们是否不得不承认有忽略这一点的倾向 我们读了圣经以后 有没有常常坐下来 试着默想着救恩的计划 神实行他的计划的方式 并他如何运作呢 我们的得救是完全从事而来的 但因着我们最关心的是 我们自己与我们的状况 心情和光景 这种病态就导致我们容易 只从我们自己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知识的角度来谈论救恩 那当然是极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因为真基督教是可以实际体验的 绝对没有不能实际体验的基督教 但基督教却不只是实际的经验而已 事实上 至终决定我的经历的乃是我们的理解程度 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在感受我们属灵的脉动 并谈论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情和光景上 以至我们对于神所已经完成的计划没有多少了解 但使徒却一向都是由此开始谈论 圣经也是如此 我请你注意这件事 并不是因我对某种学术或理论感兴趣 而是因为我们若不耐心地来了解这些事情 并面对圣经的教训 就会错失了如此多的恩典和荣耀 我们通常是一次读一张圣经 然后就过去了 却没有停下来分析 并体会他正在向我们说什么话 有些人甚至想要替自己辩解 说他们对神学和教义不感兴趣 他们只想要成为实行的基督徒 并享受基督徒的信仰 但那是何等可怕的错误啊 圣经给我们这个教训 使徒保罗写下这些信 使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以明白这些事 保罗写信的对象中 有些人是奴隶 不曾受过中等教育 甚至连初等教育也没有 我们常说自己没有时间阅读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耻辱 事情的真相 却是我们不愿费心来阅读 并明白基督教教义 但如果我们真是想要敬拜神的话 这么做却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 如果缺少赞美 乃是因为他忽略了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渴望赞美神 就必须查考真理 并开广我们的心灵 直到我们与真理面对面相遇 我们若要从心里说出 愿送赞归给神 就必须对他如何计划 这伟大的救恩略有认识 这节经文把神的伟大计划 提示出来了 父 子 圣灵之间 举行了一场伟大的勇士会议 下一节经文则告诉我们 它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我们是否领会到我们的得救的是 早在世界被计划或创造之前 就已计划好了的呢 使一个人能以满怀盼望的战力 并喊出赞美神的 正是体认了这个事实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拣选这可称颂的三个位格 父 子 圣灵 在勇士里召开的那个会议 乃是关系着我们的 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但感谢神 那个会议所考虑的 不单是人类的受造 更进而考虑到人类的得救 这三个位格聚在一起商量 并计划此事 有一种观念 认为救恩是神心里 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我们勿要将这种观念 从我们心里连根拔除 救恩并不是人类堕落犯罪之后 才出现在神心中的思想 它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好的 使徒告诉我们说 这三个可称颂的位格 彼此分配好这个工作 每位都同意要承担特殊的任务 这一点导致从前的神学家 谈论到经营的三一神 三一神的三个可称颂的位格 分工合作 父神计划 子神施行 圣灵应用 以福所述第一章 清楚说明这一点 第四至六节 告诉我们父的部分 第七至十二节 则论到此的部分 第十三至十四节 则告诉我们圣灵的部分 并且要注意 每一部分的描述 都是以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这句话 或类似的话做结束的 神的会议 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以这种方式 把一切都考虑好 并分配好工作 计划妥当了 父神有他的旨意 子神则自愿说 他要去完成它 并且他真的来完成了 而圣灵则说他准备要应用它 但在我们结束这一点之前 我还必须补充一下 在那永世会议中 确实发生的 是神勾勒了一个伟大的约 叫做恩典之约 或救赎之约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 也要问另一个问题 使徒为什么说 愿送赞归 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 有些人说答案 是他要我们知道 神是哪一种的父 我同意这一点 我记得 有位老传道人曾经说过 你如果对某些人说神是父 他们将会恐惧惊害 他说 对于某些人而言 父亲 一词所代表的 乃是一个酒鬼 耗尽家里所有的钱财 鸣顶大罪才回家 那就是他们对于父亲的概念 他们所认识的父亲 就只有这样了 所以为了要使我们知道 他是哪件一种父亲 神就在他的恩词中说 我是主耶稣基督的父 父如何 子也就如何 但即使是这样 都还不足以说明 这句话的深意 他的意思比这深得多了 对于神的这种新的描述 是新约圣经最重要的陈述之一 回头看看旧约圣经 你可以发现 神被形容为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神也说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神 但我们现在 却谈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是为了要教导我们明白 所有领导我们的福分 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并借着他而领导的 并且是那可称颂的三个位格 在创立世界之前 所立之约的一部分 甚至连那些领导旧约时代之圣徒的福分 也全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而领导他们的 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就看见将要领导人类身上的事了 他看见了人的堕落与人的罪 那是必须加以对付的 他就拟定计划 父与子之间就达成了协议 父将一群百姓赐给子 子则自愿为他们而向神负责 他按照约定要为他们做某些事 父神这一面 也按照约定必须做其他的事 父神说他要把赦免 和好 恢复 新生命 与新性情赐给所有属于他儿子的人 条件是子必须进入世界 学了人性 并亲身背负人类的罪 承担罪的刑罚 代表他们 为他们受苦 代替他们 这就是那个约 就是所达成的协议 并且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下的了 所以 神能够在伊甸园中对蛇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这是在创造万有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 而且 神甚至在那时就宣告此事了 神后来也做了某些次要的安排 他与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立了一个约 这些并不是原初的那个约 那约是与子定立的 他与人立的这些 约是暂时性的 但这些附属的约全都指向这伟大的约 一切预表和礼仪上的供物与祭物 全都是指向基督 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到他伟大的牺牲那里 赐给摩西的律法 并未废调与亚伯拉罕所立的 反倒指向神在永世中 与子自己所立的这个伟大的约 这样我们终于能够明白 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了 在时间开始之前 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就看见我们的困境 并与他自己的儿子达成这个协议 他已经启示 他已经签名 他亲自保证要守约 他已经承诺了 每一件事都是在基督里 他是我们的代表 他是我们的中保 他是我们的保证人 所有的福分都是在他里面 并借着他而领导的 谁能明白 这一切对父有何意义 这一切对于子有何意义 这一切对于圣灵有何意义呢 但那就是福音 而且只有当我们略微明白 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开始赞美神 以这个方式看看这件事吧 你我乃是这世上的可怜虫 我们这些可怜虫 却极其傲慢自大 而且是无知的令人讨厌 我们什么也不配得着 只能从地面上被除掉 但是实际发生的事 却是在创立世界之前 这位可称颂的神 这三个可称颂的魏格 竟然顾念我们 顾念我们的光景 顾念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结果是这三个魏格 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神 竟然于尊降跪来顾念我们 并计划好一个方法 好使我们能得着赦免和救赎 则说 我将要暂时撇下这个荣耀 我将要住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 我将要降生了一个婴孩 我将要成为一个贫穷人 我将要在这世上遭人藐视辱骂 我甚至要容 让他们将我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吐唾沫在我脸上 他甘愿为我们去做这一切 而就在此刻 三一神里面这颗称颂的第二位 正代表你我坐在神的右手边 他来到地上 完成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复活 升天 而这一切 全都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为你 为我计划好的 你还说你对神学不感兴趣吗 你还说你没有时间关心教义吗 除非你开始略为领会 他已经为你做成的事 否则你永远不会开始赞美神 或敬拜他 或颂扬他 愿送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我们是在这约里面的 我们现在将要试着思想那个约的一些结果